我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权律师也是一种偶然 之前我主要做民伤案件 后来由于微信 因为我以前经常也玩微博 微博当中有一些理念非常相同的一些朋友 只能到我朋友 因为以前我做民伤案件的时候 我要求自己每年都要做一两件免费的案件 就是一些公益的案件 不收钱也是回报社会 这样我本身的心就是一种 有这种人权法治的理念 这是第一点 当大家微博微信出来的时候 这些很多志同有理念的一些人 就是走到了一起 走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 我现在离开这个律伤事务所 我认识了通过微信 微博 认识现在我们律伤事务所的主任 他的主任介绍石井山这块 非常之近 一家非常之近 这样一来 等于是我到了这个律伤事务所 他主要做一些维权案件 但我是做民伤案件的 我是不怎么做 当战中事件发生的时候 香港战中 14年的时候 有一次是北京突然被抓了 大概很多很多的支持香港战中的人 后来这样一来很缺律师 很缺律师 比较接近 也做过一些故意案件 人权故意案件 但是我还是比较游离这个群体 在群体之外 所以我就等于就接了一个香港战中的案件 那是2014年的10月8日 我要求去会见 因为这是香港战中被抓的一个公民 手续交上去 让我回等通知 那我行 我回等通知 因为法律规定48小时安排会见 48小时之内他没安排我会见 后来我问他什么时候会见 后来他们给我安排到10月11日 我因为10月8号去交手续嘛 10月11日已经超过48小时了 可是我去要求会见这个当事人的时候 还是不想见 我就问他们我什么时候能见 他们说回等通知 这完全违法 因为已经超过了48小时 我还回等通知 我不同意 我说必须安排我会见 要么今天安排我会见 要么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能会见 他们就让我回等通知 这样我滞留到看众所门前 这样当局对我肯定是不能容忍 因为战中事件 是他们重知之重 不许辩护的基本上是这样 不许辩护 不许辩护 不许听他们的话 我滞留看众所门前 当局就认为我是给他们 当局他们的意思说 本身那个战中事件 就是当局的一个伤口 一个伤口上撒把盐 所以我是那是12号凌晨一点多钟 离开看众所门前 到13号下午我就被抓了